十年人事己翻身 很多人同事都會改變 所以一個人能夠堅持做一件事十年 確實不容易 當初入公司當作學習 慢慢一步一步嘗試很多新的東西 其實裝修一點都不簡單 但他沒有放棄因為他深信 在最後會發現你學到的得到的 比你預期的更多 確實在現在我們堅持一直 學做很多新的東西 我們堅持不斷學習的態度 這些是我們的專業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